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华尔街焦点 我是蒋洋洋 在今年的两会上 减税降费是一大热点 而减税降费的重点就在于增值税 并围绕制造业减税为核心 政府工作报告具体指出 今年4月1日开始将制造业等行业 现行的16%的税率降至13% 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 现行10%的税率降至9% 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 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 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 确保所有行业赋税直减不增 受此影响一系列的工业和消费产品 可能迎来降价潮 增值税税率下调 下调减少了奢侈品牌的成本 为了提高商品的竞争力 也为了响应中国4月1日起实施的增值税减让政策 Prada及MiuMiu在中国内地的商品零售价格也相应下调 下调幅度在2%到3%左右 奢侈品牌LV KUCHI中国区价格下调 其中KUCHI价格下调3% 此前KUCHI已经经历过涨价 有代购对记者表示 此番中国区奢侈品价格下调之后 价格仍然是比欧洲购买高一些 专家表示通过降价品牌 会慢慢地释放一种信号 也就是国内外差价在缩小 从而促进消费回流 KUCHI官方客服表示 受中国增值税下调的影响 KUCHI品牌所有直营店铺销售的款式 包括新款和延续款价格都有所调整 KUCHI表示价格调整政策已经生效了 另外LV则表示 公司根据增值税下调政策 商品价格有所下调 但并非所有的款式都下调价格 每一家店铺下调产品的类别不同 但并没有规定具体降价的幅度 一位LV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集团对官网和中国国内所有门店 统一进行了调价 主要是因为国家关税和增值税等税费调整 但价格变动并不大 多数为几百元 对此我们对比了 KUCHI和LV品牌热门的手带 价格已经下调了 以Gucci的九神包为例 此前官网售价为17,900元 目前在官网售价为17,363元 降价幅度为3% 而同款包在欧洲国家官网的价格为1,790欧元 约合人民币13,484元 不过某欧洲代购向记者报价称 此款首带在欧洲地区的价格为14,900元人民币 对于KUCHI在中国降价 该代购表示 同款产品一般欧洲比国内要便宜不少 2万左右的包比国内要便宜4,000到5,000元人民币 另外还有大家熟悉的网红GG Marmont系列的小号手提包 中国内地与德国和意大利对比 价格更是高出了5000多人民币 LV方面 Twist中号手带之前报价为28,500元人民币 目前官网报价为27,400元人民币 价格下降幅度约在3.8% 而我们发现该手带在欧洲地区官网报价为2580欧元 约为人民币19,441元 某个欧洲代购也表示 该手带走代购渠道的报价约为24,000元人民币 尽管是降价 但有消费者认为这一次的降价较为鸡肋 北京的李小姐就表示 我想买的一款LV经典包 之前的价格是11,200元 现在降到了10,900元 就降了300元 李小姐查看了LV多款经典包的价格 发现她看中的多个包 降价幅度也仅在三五百元左右 小幅降价是否能对消费者回流形成刺激作用呢 奢侈品专家药科研究所所长周庭认为 降价的实质性影响没有 但是一种信号影响消费者的印象 品牌这些行为会慢慢的形成一种信号 也就是国内外差价在缩小 从而促进消费回流 跌止跌了这么一点 但是之前各大品牌也都经历了好几轮的涨价了 Gucci则于今年三月末进行了一次涨价 此前记者在朋友圈发现 部分代购称由于欧元暴跌 Gucci将于三月底全线涨价 有消费者的记者表示 三月末Gucci中国门店确实有所涨价 另外此轮价格下跌近期肯定会有更多的奢侈品牌 跟着下调价格 在中国国内诸多 比如说凡克亚宝等品牌的部分珠宝商品 有数千元左右的幅度降价 就以凡克亚宝 FreeWolf系列的一款带钻项链为例 降价之前国内的价格为71500元 而目前标价为69500元 降价了2000元人民币 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降价是因为增值税下调 此外奔驰 宝马 奥迪等等 均宣布下调在中国销售的汽车产品的厂家 建议零售价 在中国的苹果在线商店上 多款重要产品的销售价格也下调了 降价产品包括iPhone iPad 苹果电脑Mac和无线耳机Airport 据中国媒体报道 苹果中国产品全线降价 降幅约为3% 部分单品最高降幅达到了8% 例如一部iPhone XR限售价6199元人民币 比3月29日价格6499元人民币 下降了4.6% 而较为高端的iPhone XS和iPhone XS Max 分别降价了500元人民币 早些时候 在天猫和京东等中国国内的第三方销售上那里 苹果产品也已经降价了 在几个月之前 苹果公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财务报告显示 产品销售额同比下降5% 当时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表示 这主要是因为在大中华区iPhone等产品的销售下滑 越来越多的国际奢侈品牌 注重在中国的市场定价策略 根据贝恩公司的全球奢侈品市场监控报告显示 2017年 中国奢侈品销售额达到了人民币1420亿元 约合220.7亿美元 较2016年大涨约20% 2018年 该数据同比增长20%至230亿欧元 与此同时 中国奢侈品市场占全球销售份额的32% 超过了美国的22%和欧洲的18% 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根据贝恩的预计 到2025年 中国占全球奢侈品市场份额的比例 将上升至约45% 降价是降了 但是网友纷纷表示 表示这是鸡肋式降价 5块钱优惠券 人傻钱多才会买 不是刚涨价吗 对于真正买得起奢侈品的人 降几百块钱也就是多买两个口红 可是对于买不起奢侈品的人来说 降不降价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姑娘吐槽道 我是缺内3%呢 我是缺内97%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华尔街焦点 我们下期再见